梦幻西游现在的千亿号越来越多,除了浮云神马和猎皮化山外,其他受决都已经卖不上高价格了近日金格铁马玩家千亿领的虚弥真言。 别人传音要十万二收购网友表示,这是双开喊价吧,现在虚弥有点拉宝本差不多,十万有点想多。 在千亿受决中立匹化山和浮云神马,一直是老板的最矮,其次就是虚弥,善恶,大死亡这些受决价格也是不错最近。 金格铁马无同三百斤滑稽,千亿出了虚弥真言运气,虽然不是超级大棒,但也算不错啊。 如果要给高级受决,那才要哭两次后有小伙伴领的这本受决是不是罢了? 看别人传音十万二收虚弥小兵感觉这是口黑。 毕竟目前的虚弥价格有点低迷,十万已经卖不到了很多玩家也表示,目前的虚弥差不多就五万左右的样子。 顶多宝本吧,羡慕谈不上钥匙浮云神马,那真是羡慕奥迪有了,但虚弥也不算太差。 其他很多老板还经常出高壁高偷,或其他垃圾受决的那瞬间亏好几万才真的想哭。 玩家评论五万了现在一直降,也就保本吧,千亿这会也要六万吧。 现在虚弥拉了,勉强保本吧,千亿机会能卖六点五万,虚弥也就保本赚个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